我们的专题题目是 离子液体应用于二氧化碳捕获 及再生利用技术之研究 我们的在要是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 人类大量使用石化燃料 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快速增加 如何兼顾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 为当今各国努力的目标 本专题利用简易的合成方式 开发出热岸定性加 且具有二氧化碳高吸收能力的离子液体 并利用离子液体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吸收饱和制离子液体经过加热处理 能将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经过存化后再利用 如此二氧化碳便是支援 而不再是累赘 吸收完后的离子液体 亦能再生利用吸收二氧化碳 可达到减碳及重复利用外 于解析过程中不会因高温而裂解 产生有害物质 研究动机 为了减缓温式效应防止地球温度上升 联合国制定气候变化相关公约 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科学家经常利用乙醇氨来吸收二氧化碳 然而乙醇氨于解析过程中 容易产生氮及硫氧化物等有害气体 因此如何开发出性质酵氨定 且具有二氧化碳高吸收能力之离子液体 为本专题之研究方向 实验流程图 我们先拿假机密措和锈钉碗合成第一阶段离子液体 BIM锈 再加入触酸钠合成第二阶段离子液体 BIM-AC 然后实际应用于吸收二氧化碳 以验证离子液体吸收效率 实验步骤 合成锈化一丁G3假机密措 取三颈瓶放入70度的油浴中 并吹入氮气 取甲机密措和锈钉碗各0.1ml倒入三颈瓶中进行反应 反应三小时后 当容易呈现粘稠壮实 代表反应到达终点 取出并倒入样本瓶 那这是我们合成的装置图 这是我们的成品图 合成乙酸化一丁G3假机密措 将0.1ml的BIM锈 倒入烧杯加热至70度C 并加入0.1ml的醋酸钠 再加水质溶解 反应四小时 浸置后加热以除去水分 那这是我们的成品图 那这是我们合成时的装置图 利用离子液体来捕获二氧化碳 利用吸收塔 将浓度10%的二氧化碳 通入吸收塔 让离子液体吸收二氧化碳 那这是我们吸收塔设备的装置图 二氧化碳及离子溶液再生利用 吸收饱和制离子液体 经过加热处理 能将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经存化后能再利用 我们可以拿来合成尿素 二氧化碳灭火器 还有干冰 解析完的离子液体 能再生利用吸收二氧化碳 实验结果与讨论 使用离子液体吸收二氧化碳之实验 首先将离子液体倒入吸收装置中 并投影空气 透过二氧化碳侦测器 侦测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情况 由实验可看出 二氧化碳的浓度原本由583ppm 经过9分钟后降至487ppm 降低的大约16.5% 证明本实验之离子液体能有效吸收二氧化碳 离子液体吸收二氧化碳与时间之关系实验 首先利用0.1mol离子液体来吸收二氧化碳 有图可观察出离子液体于60分钟内 成功吸收大约0.183g的二氧化碳 但吸收到达60分钟后 则趋近于饱和状态 因此吸收效率最好为前60分钟 60分钟后必须更新离子液体 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率 离子液体再生利用实验 再次利用0.1mol离子液体来吸收二氧化碳 60分钟后再将离子液体加热至90度C 使其释放出二氧化碳 再重复吸收实验 有图可观察出 第二次再生利用实验时 约可吸收0.2g的二氧化碳 依旧有良好的吸收效率 因第一次吸收效率时 离子液体已经暴露于空气中 以吸收部分的二氧化碳 因此吸收效率较第二次吸收效率差 结论 本研究成功的合成 即利用离子液体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吸收完后离子液体经过加热后 能解析得到高纯度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及离子液体 皆能再生利用实现真正的绿色化学 火力发电厂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造成 温室效应的元凶之一 本研究开发是离子液体 希望未来能应用于发电厂的排烟系统 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对于减缓温室效应近一份行李 虽然以纯氨来吸收二氧化碳的效率比较好 但是离子液体用来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 解析过程中不会产生有害的化合物 且离子液体与二氧化碳皆可回收再利用 其应用性而大幅提升 因此如何提高吸收效率及年度较低的离子液体 为本专题的未来努力的方向 谢谢聆听